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玩3C 那今天做的是新色雕群俠傳的攻略第六集了 那今天總共做了第六部的影片 大家記得訂閱頻道隨便看看新色雕群俠傳轉蛋冒險還有攻略 那我上一部做平民神獎第五集 第四集我是做最強角色Top5 然後在第二集的時候有介紹那個 就是最新的禮包碼現實禮包碼大家趕快去換一換 然後可以看待機可以兌換 裡面有很詳細的兌換的教學 那今天來做一下這個 西讀歐陽鋒 東協西讀南帝北蓋中神通嘛 西讀就歐陽鋒 東協黃曜師對不對 南帝就 他後來變成一燈大師了 然後後來北蓋就是洪七公 中神通王重陽 我上次講王陽明 我上次有時候那個 你會不會講成那個明星的名字 王陽明他是王重陽 王重陽 那後來就是在 神雕俠旅的話又變成什麼 東協西狂 南征北俠 中頑童 後來在那個神雕俠的時候 他們華山論劍又變成這樣 好 這是題外話 那我們先進來一下 在歐陽鋒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的 因為神話角的關係 所以他的素質比傳奇角高了不少 尤其是在血量 血量他們在這個可以高出的大概4000多左右 蠻優秀的 他的在血量攻擊啊 護甲 戰力啊 耗量都是比較多一點的 那這隻的定位呢 是群體輸出然後毒傷 他的 大招是那個蛤蟆弓 這招蛤蟆弓呢 蠻強勢的 就是他可以就是造成全體攻擊之外 還有就是 內攻傷害 而且還有60%的機率中毒 所以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60%就是你幾乎是 呃 比如說你5隻大概就中3隻的那種感覺 就是 敵方群體 所以這招打起來很痛 然後還會一直 中毒會一直扣血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 是我覺得非常強勢的一隻優秀腳 因為他是 而且是神話腳嘛 抽到我覺得大家可以練一下 這隻非常優秀 雖然說不是說 之前沒有把他練在最強腳 但是我實際上 呃 使用上我用起來也蠻滿意的 因為西竹國防風擺就是在 呃 射雕雄傳啊 還有神雕修海 他都是一個非常 算是 武功很高強的角色 只是說他的那個人品不是很好 但是他 他的武功是真的很強啊 那他的 等下去實戰一下 蛤蟆弓 這幾乎都會放得出來 這盪很好用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萬毒死天的這個 就是他有機率中毒 所以他普攻的時候就會讓人家中毒 因為吸毒嘛 所以他就是 所有招式都是跟毒有關的 然後他放毒的話 就是他放毒的機率也算蠻高的 就是 而且是使敵方全體中毒 就是 普攻然後還可以有機會 機會讓敵方全體中毒 這張蠻強的 然後他會受到100%加432中毒傷害 持續兩個回合 他的毒都是兩個回合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隻是很棒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去實戰一下 看一下他的那個威力好了 他的定位就群體素 他的 他這邊有一個像什麼 筋骨啊 內力還有體質 的這三個數值 我覺得最好像這個 ㄟ 好像武力智力然後防禦力那種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 他有三個數值 就是玩什麼三國志 或什麼他有三個數值 那他的內力是蠻高 內力在94這樣 阿體質在87 他比較低的是筋骨 因為他是技術性的角色 你看得出來 馬鈺他的筋骨就蠻高的 然後 比較坦的角色的話 通常體質會比較高一點 就是這個 傳奇 天竹生 好那我們去實戰一下 我們就隨便打個 可以領高級招募 雙 那有時候你在畫面看到一些像是 一些教化子啊 一些驚嘆號的活動 就可以點進去 就是可以去跟他玩一下 剛好有活動要打 我就順便去實測一下好了 挑戰一下 旺風 還蠻 蠻常在前排的 可能他戰力最高 我們來看一下 啊這個太快了 一下就死了 啊這不行 啊有放出來 蛤蟆弓 啊這是全體技 我們應該要打難一點的 看一下這個推薦戰力比較高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的那個招式 有啊這個比較硬一點 這可以實測的比較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 呃放招了 蛤蟆弓 有沒有 他打了之後又會造成一次內傷 哦這個 其實這幾隻平民角都不錯 像乾坤大弩 楊梟啊什麼 啊我們繼續打一下 我們挑戰戰力比較強看看 因為我戰力 戰力比較低嘛 他的推薦是要45萬 我才三幾萬 但是沒關係打打看就知道 可以試測一下他的威力 我們試測一下 哦有沒有 他打了之後 他全體之後 他會放一個 放一個就是 內傷 前坤大弩也蠻爽的 有沒有看到 趙智晶被暈了一下 前坤大弩也什麼 蛤蟆弓又來了 蛤蟆弓是非常強勢的 就算他這邊戰力標榜是 要比較高 但是我其實 沒有很高我就打過了 我們再實測一下 這個推薦52萬 我差了十幾萬 我們來打打看 我們來看一下 蛤蟆弓來了 廟手人心很優秀啊 你看這個 天竹針的這一招 他就會幫我放全體加護盾 這是我在 呃 第三部影片有介紹的角色 我覺得是一個平民神壇 我被禁 我被禁眼了 好慘啊 被禁眼是不是不能放招啊 歐陽鋒 好可以 結束了 有沒有 他又是會造成一個內攻傷害 這邊 這關雖然推薦要五十幾萬 但是 基本上有 很強勢的 群體輸出角 再加上這個 呃 歐陽鋒這個 很強力的 放毒在這張群書角的話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推起來蠻順的 對啊 掃蕩一下 所以這邊有實戰測試給大家看 就是這隻歐陽鋒 我覺得還蠻優秀的 欸 啊 我說的就是他 這個 大家假如在這個地圖上啊 看這個 就是有這個驚嘆號的話 你就可以 玩一下這個 就是 小遊戲 沒中啊 這個是要玩那個小遊戲 這個在跑來跑去 啊靠 沒中啊 哭了 哭了 啊 這邊你可以拿到一些元寶啊 什麼的 這還不錯啊 所以他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叫化子啊 就是一些 起蓋 跟你要比那個什麼 大衛王比賽啊 你可以在那邊拿到一些獎勵 然後我之後來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系統 這個其實就是你記得都去強化一下 在主角這邊 就是都去強化一下 就是把它升平一下 看一下 升平 這個不夠 現在這個金鐵是很缺的 好吧 那今天攻略就先錄到這邊 今天做的是這個 吸毒歐陽風啊 那之後再來做一下其他的攻略 今天做的是第六集的攻略 那我們下一集見了